这个氛围烘托得特别特别好 让我们时而开心时而紧张时而焦虑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展现一个就是别的节目心 基本上看不到就是这么多面的我吧 就比较真实的一个对 就很自然的对 想问一下四位刚才看了你们的开场首秀 就是好像每个人排练之前都有过说觉得特别难 或者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不能分别给自己打个分 那你觉得最满意和最遗憾的情况是什么 那我们从孙茜老师到开始吧 最满意和最 不好意思 我一直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是哪一位在提问 所以我一直在讲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最满意和最遗憾的部分是吗 不知道现在 满意 其实也不是满意了 你是说对我自己吗 还是说对我自己 满意 我是觉得 呃 第一个